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8号星期一 我们说了1月份的时候 日本封国了 然后中国其实现在基本上属于封国 但是表面上不说 但是就是说首先对你回国设置很多的障碍 然后最后直接当你所有的满足了之后 再告诉你的双飞 就是非必要 非紧急 你即使满足了所有的什么四音证明 你还是不能回去 因为你非必要 非紧急 所以中国实际上也在封国 然后法国也开始封国 日本封的时候还是最起码 不拒绝自己的国民 国民进去之后接受隔离就可以了 中国现在是甭管是谁都拒绝 而且主要的拒绝中国国民 然后本来我们还说中国太搞笑了 怎么还能拒绝自己的国民 结果今天法国就在为中国背书 法国也开始拒绝自己的国民进去了 所以你在国外待久了 你看完了这些西方国家之后 你就觉得怎么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 所以经常说不出国 不爱国 你知道吗 真的是 看久了你发现怎么说呢 原来都赚尿性的 你知道吗 法国这1月31号晚上 法国开始实施的关闭 对欧盟以外国家的边界的防疫措施 就欧盟以外国家不能回来了 住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国人 从2月1日起 没有特殊情况 无法返回法国本土 什么叫没有特殊情况 就跟中国的双飞一样 非必要 非紧急 这是跟中国学的吗 以后马克龙不要再去批评习近平了 你这样的先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对不对 好吧 部分居住在北美的法国人 已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告政府侵犯他们能回国的基本权利 但是这点来讲 法国比中国强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些海外 好多咱们的海外留学生什么的 回不去 也不能去中国人民法院去告习近平 但是法国人最起码还能去法院 告你的政府 我觉得这点来讲 就是说 就五十步笑百步 对 虽然都挺混蛋的 但是说明法国还没有那么混蛋 是不是 在混蛋里边还有点人性 说他们请的律师 律师说了 法国人必须能返回自己的国家 这是法国公民的基本和绝对的权利 法国政府现在宣布 你要想回来 必须要有可信服的理由 在法国内政部的网站上声明有三种 三个 一 个人和家庭原因 二 健康原因 三 是跨境工作原因 第一个个人和家庭原因 包括直系亲属 病故或者病危 这点来讲 比中国还有人性 中国是父亲死了 回奔仓 不行 但是法国要求 你必须有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如果人死了 有死亡证明 如果人病危了的话 必须要有病危通知 这两个要有才行 还有对未成年儿童 有抚养权的单亲家庭 就是说如果是双亲 比如说父亲在海外 母亲在 可以照顾孩子 也不行 必须去单亲 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一个孩子 我必须去回照我孩子去 但是需要有法院的判决 法院可以出证明 还有拥有司法传票的人 就是说我回去 必须要去上庭 对不对 我不回去 我就等于缺席审判了 对不对 然后在欧盟以外 所有国无法支撑的日常开销者 比如说我在美国 我已经穷了 他说说例如的被解雇的失业者 我被解雇了 我失业了 我没有钱了 我活不下去了 我必须得回家 第五种情况 就是在国外就读 但是必须有国外的学校 出的入校的证明 第二种情况 当然这个刚才说的 都是个人家庭原因 第二个是健康原因 说入境者需要提供自己的 健康情况的出现危急 必须要入院去治疗的 但是要医院开证明 第三个就从事必不可少的 这种跨境工作 比如说 比如说有跨国公司出事的证明 或者国际货运人员的专业证明 还有要包括要抗击什么 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 还有外交人员 以及法国任口的高级专业运动员 参加比赛 或者交流之后回来的 但是必须要有法国体育部签发的证明才行 等等 这样的 很多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是说完成 达不到要求 有些人就回不去 反正就去告法国政府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可能告成功的 因为法国毕竟还有一点底线在 你要中国的话 你说你回不去 你去做到人民法院 你去告习近平 告政府 我觉得你不告 你可能还好点 你要敢告的话 就折腾死你 这一次让你弄明白了 下次让你 不但让你不敢 让所有人都不敢 你知道吗 不信你试试 你在中国你试试 比如说现在防疫不让你回去 或者给你隔离 你要去法院 你告政府 你看看 你看看法院这一次 要不给你折腾熟了 要不给你折腾服了 要不把你这只鸡崽了 给所有这帮 给这14亿的猴看看 你知道吗 他能对得起你 你知道吗 所以虽然两个 法国和中国 在这方面都比较 就是说混蛋 我觉得最起码 还应该向日本学习 自己本国公民 应该允许回去 无论如何 向他回去 回头该隔离 该怎么着怎么着 对不对 你最后实在不行 你向他自费隔离 中国本来不也是 中国现在隔离 它好像是据说是这样子 它分这么两种 一种是自费隔离 一种是这种免费隔离 自费隔离还不错 据说就给你搁在酒店里边 而且自费隔离 好像标准还不一样 有的是五星级酒店 然后吃的也特别好 火食是什么 说是一餐 是30块钱人民币一餐的火食 但是吃的是真好 而且住五星级宾馆 真的是享受人生 还有一种就比较便宜的 比较便宜的就住着像儒家 然后饭菜就不那么特别的好了 但是还行 据说还有一种是免费隔离 我就没钱 你们要隔离 我你们哪隔离 有人给我发了一下照片 纯免费隔离 住的那地方 是那种好像什么 把学生宿舍改了的 然后学生宿舍床都是铁架的床 上面连褥子背货 背单都没有 你自己想办法 你要没有的 你就隔着 你就睡在硬板床上了 然后要五星级宾馆的话 里边不还有什么香皂什么的 这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学生宿舍 进去之后 厕所里边什么都没有 连马桶都没有 还是那种坑的 蹲便式的 然后别说脸盆了 连个洗脸盆都没有 知道吗 只有一个自来水水管子 就那样子了 反正还是这个东西怎么说 当然你也不能怪 这个来讲真的不能怪中国 因为以前美国的疫情出来的时候 不要问川普 说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 那个时候检测还没有普及 说一些有钱人 他们就可以在私人医院 接受新冠的检测 老百姓也接受不了 川普叹了一口气 说这就是人生 这也是没有办法 对不对 有钱没钱 肯定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而且中国还不是有钱没钱 不一样 你要是比如说习近平的女儿 习明泽从哈佛回来了 对不对 你看哪个人敢把习明泽 关起来去隔离 对不对 规规矩矩的专车 直接给人送回中南海去了 对不对 是吧 哪个还能跟习近平 跟习近平说 现在闺女回不去 我们先搁在 别说哪了 搁在上海 从上海入境 对不对 我们搁在上海 先隔离14天 然后回北京再隔离14天 一个月之后 你才能看见闺女 对不对 哪个官员敢去说这句话去 对不对 所以中国 当然了 其实都差不多 也就是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怎么说 还是要提高自己在社会的阶层 社会它总是分层级的 对不对 你看马克龙不也满车乱跑 今天开个会 明天开个会的 回去不也就这样 对不对 你说拜登 一上来 第一天就签了口罩令 说你们必须给我戴口罩 不戴口罩 弄死你们 川普疫情不好 就因为不戴口罩 然后到了晚上 带着一帮人去灵感纪念堂 照相 一排没有一个戴口罩的 对不对 自己签的总统令 和这总统令 就是管那些没有办法的 你们权贵阶层完全不接受 都在法律之外 就真的就是 柯文哲讲话了 监狱里关的不是有罪的人 监狱里关的是没有办法的人 在哪都一样 好吧 这一线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